眼睛看到气球 小朋友进到眼科检查视力 但不少家长往往都会忽略眼视问题 医师表示7岁以前是治疗高度眼视黄金期 可以到医院做遮眼训练 或者佩戴眼镜促进眼部发育 一般如果高度眼视或是高度闪光 都是弱势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那他得不到刺激他眼球就不发育了 这时候你要矫正他就是给他一个镜片 让他是首先是看得到清楚的 得到一个刺激他眼球就会慢慢的发育 而除了透过西医光学矫正 也可以搭配中医耳珠疗法保护眼睛 耳朵其实可以对应到全身体全身的构造器官 那构造器官上面都有一个相对应的点 那这个是耳珠也是进来蛮盛行的一个方式 他相对于一般传统针就会比较没有那么痛 而且他可以让你贴着带回家 那回家还可以继续去按摩 按压就会有刺激的效果 耳朵穴位就是全身缩影 中医师建议每天按压像是眼点 木一和木二等穴位 每次5到10分钟就能守护灵魂之疮 人为是台北屏东 总和报导 那些奇怪的发生 人为是台北屏东